中國的神舟18號在昨天發射成功了 中國官方也對外宣布說 太空旅遊正式進入了軌道 但是我要請教靖平哥了 中國大費周章還花了這麼多錢 他真的只是想賺太空觀光財嗎 還是背後有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恐怕背後有一些起人疑鬥的地方 特別跟加分和所有觀眾朋友講說 中國最近他們在4月25號晚間8點59分 你可以看到他們搭載神舟18號的 載人飛船的長征2號F-118運載火箭 它的發射升空了 整個過程大概歷經10分鐘之後 它就進入了預定地球的軌道 其實神舟18號它本身是一個載人的太空船 但是它必須要靠著長征2號F-11 運載18火箭載它升空 上了太空之後 其實在他們的太空站 就是所謂的空間站 已經有神舟17號的人在那邊了 所以等於神舟18號的三名太空人 跟神舟17號的這個三名太空人 他們拍下的這張你看全家福一起匯合 那這次神舟18號呢 據說這三名太空人都是40歲上下 都很年輕80後的 然後呢 他們這個主要的任務要去實施 就是太空人出艙活動還有貨物氣艙 這個氣雜艙的出艙任務要大概進行兩三次 而且他們還帶了這個 它的生物有魚 到了這個太空看能不能測試魚能不能養的活 所以這也是主要幾個實驗當中 但講到中國跟這個美國的太空競賽 就有點像上個世紀冷戰時期的前蘇聯跟美國的太空競賽一樣 那美國的太空軍就警告說 其實中國一直在發展這個太空的實驗 它背後的動機真的不單純 美國就認為說 中國大概有350顆的這個勤收監控偵查的衛星 大概比它2018年的時候增加了三倍 百分之三百 這麼高的這個比率 中國是不是要提升他們自己太空軍航太的這個軍力 速度非常驚人 尤其是要把它當成這個衛星的這個武器 還要打更多的這個衛星上去嗎 等一下跟大家講 但是中國就說沒有 你美國你在那邊抹黑我 什麼我要打這個 我派的神舟17 18號太空人去那邊做很多實驗 如同我剛剛講 我把魚帶上去看能不能養的活 我把很多的生物 把很多的這個環境之下 看能不能進行這樣的一個科學實驗 你怎麼會說我好像這個是針對台灣 如果我能夠掌控太空的這些所有的衛星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投射到這個台灣 那我如果這樣我靠飛彈就好 幹嘛要靠太空的衛星這些 這是中國的說法 那美國會講說 那你中國發展這麼多的衛星和太空 一直在跟這個美國要這個超美感惡 較勁 對 用意在哪裡 那中國就說 因為我們想要發展太空旅遊 因為你們有沒有看到 太空旅遊在中國發展正式進入軌道 目前在中國方面的太空旅遊 他們大概有幾種類型 一個是有軌道的太空旅遊 一種是次軌道的太空旅遊 還有一種是月球的太空旅遊 他們發展大概這三種 那目前為止 就是到大概前年 應該是2021年的時候 大前年的時候 當時中國已經有370家 涉足太空旅遊的商業的這個公司成立了 然後預計到了明年 2025年 他要開始提供次軌道 也就是接近地球的 這樣一個軌道的這個太空旅程 每一個人的這個 載人太空旅遊的費用 大概要負擔 200萬到300萬元人民幣 也就是將近1000萬 到這個1200到1500萬元台幣左右的 這樣的花費 沒有多少人能夠花這個錢和代價去 但你是不是用這樣一個方式 來測試你的這個軍事載人 還有包括其他的這個勤收 以及他的一個偵查的能力 所以美國航空太空總署NASA 他們的這個署長 他就有講說 中國在過去10年當中 已經對這個太空的航太領域 他已經取得了非凡的進步 而且對這個事情 他十分的低調跟保密 就是密而不宣 故意不跟大家講 不讓大家知道這個進度 美國會想要這個了解他的狀況 他就往往就是躲起來一樣 或者是在台面下 掛羊頭賣狗肉 告訴你我要去觀光 實際上是在發展一些 背後的一些軍事用 就是因為美國NASA官方 他言之早早的說 中國現在正在開發一項太空秘密的軍事計劃 美國又會掌握他錢 美國除了自己發展之外 他也會監控著中國在怎麼走 這個時候剛好無獨有偶 4月24號聯合國的安理會 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正式提出一項 起草了一項決議案 然後而且要求大家做一個表決 也就是說呼籲世界各國 不要在這個外太空進行軍備競賽 結果這樣的一個發起的草案表決 俄羅斯投下反對票 他當然反對 對 俄羅斯投下反對 然後中國弃權 你如果真的呼應美國的說法說 不要在外太空進行軍備競賽的話 你要表態 你怎麼躲起來的 故意不說這個 Yes I don't know 就是什麼都不講 那不像俄羅斯一樣 所以更加讓美國懷疑 你們中國跟俄國根本就在一起 中俄哥良好 俄羅斯反對 因為美國早就懷疑說 俄羅斯你在這個地球的軌道 部署了這個反衛星的核子武器 那這個太空核武器 可以在這個地球的這個近地的軌道 這個是一個想像的模擬圖 那如果他對美國跟美國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這些盟國 比如說北約這些國家 構成重大的威脅的話 俄羅斯他可能可以使用核武器 然後去摧毀關鍵的情報或通信衛星 就是用發射的這個核武 他有一個這個核武發射的這個計畫 然後去摧毀 等於是反衛星的核武 這個是美國的這個知情官員 他有透露到這個消息 其實不只是這樣 在2021年的時候 俄羅斯曾經 他用一顆這個1982年發射的 這個廢棄的間諜衛星 他把它這個撞成1500塊的碎片 那當時就讓美國很驚訝說 哇 三年前 美國那時候發現說 俄羅斯有這樣的一個實力 他可以用這樣的一個衛星 把他這個撞毀 那將來他是不是直接在地球的地表 可以發射飛彈到這個外太空 然後去摧毀這些衛星 所以美國就更加確信 以及懷疑說 俄羅斯你根本就在太空部署這個核武 以為這個下一個階段 來做一個準備跟部署 那事實上 大家在講說這個用衛星當武器 不是美國人懷疑 我們曾經看過這個電影 好萊塢的這個大片氣象戰 就曾經拍過這個模擬的場景 衛星當作這個控制或影響氣象的武器 其實NASA也曾經對這個利用人造衛星 改變地球極端氣候的想法 有初步的研究跟規劃 也都去請教過科學家 但是如果要實行這個計畫的話 地球的上空 你就必須要有12個 超大型的這個國際太空站 好幾個 但是我們國際的太空站越來越多了 有這些太空站之後彼此聯繫 而且你要對地面做長期持續的 這樣的一個觀察跟計算 而且你同時要進行遠端的一個操作 要好幾千個人以上的這個 好幾千個以上的人造衛星 你才能夠完成這樣的一個計畫 美國曾經做過氣象戰 但是那是初階段的 在什麼時候 其實他做過兩次 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當時為什麼要做氣象戰 美軍他就利用他們的這個 空中的實驗的機器 製造了5公里長 大概1.6公里高的這個物葬區 然後掩護他的部隊 在這個敵軍沒有辦法察覺下 他完成任務 那另外一個是在越戰的時候 1966年 美國曾經在打越戰的 那個越南的戰場上 投放了474萬 大概474萬枚的這個 點化千和點化營的這個降雨催化彈 當時他實施了這個人工降雨 而且導致越南那時候胡志明小禁 長達至少一個多月一直下雨不斷 下雨了之後 雨量那個還甚至有一點 類似我們現在的強降雨這樣 短時間 短延時強降雨這樣 然後造成胡志明小禁還有周遭 他們的村莊有很多樹林都是泥令不堪 那個橋村莊還有這個 很多的這個河流都氾濫成災 然後都沖毀了 然後當時北越的部隊 越共很難繼續往前推進 至少遲滯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那是在1966年發生 所以美國在上個世紀 二戰時期跟打越戰的時候 他就有能力用這樣一個武器 做氣象戰 你想想看現在的科技更是日新月異 他用衛星再加上用國際太空戰的話 有沒有可能做氣象戰 這也是中國跟俄羅斯 想要效法美國的地方 現在美中的大戰 從地面上打到經濟戰 然後從經濟戰打到了太空戰 現在美國跟中國現在都分別推出了 自己的秘密武器要來一較高下了 對 美國軍方其實有一個秘密的 太空無人機叫做X37B X37B據說可以飛行的高度到 距離地表三萬五千公里 但是目前為止 據說他沒有實現到這麼高的 他的一個限制規格 曾經在去年12月28號 他在佛羅里達州 卡納維爾角的堪乃提 這個太空中心發射升空的時候 目前為止 他在去年年底這次任務 已經展開了七次的任務執行 這是SpaceX 他第一次有列陰重型火箭 列陰重型火箭是SpaceX 他的招牌的火箭 然後他把X37B 你看這個造型 是像上個世紀美國的NASA 已經停用了這個太空梭 他把這個X37B 但是它是無人操作 他把他送到地球更高的軌道 但是目前他都在禁地的 大概兩千公里上面去運作 但是這七次任務 他到底是用來做什麼 對 他去哪兒 做什麼 載了什麼東西 五角大廈都不講 到底去哪裡 做了什麼 載什麼東西 你到底飛到哪裡 或怎麼做這樣一個過程 他都不講 只有告訴大家他飛上去了 然後回來了 然後回收了 中間過程都不講 都不講 當然NASA有他的保密 也有許有美國五角大廈 跟美國官方的一個 大家連細節不願意透露 但這也說明了 你看 在這個X37B 它升空之前的兩個禮拜 據說中國自己也發射了 它自己的太空的飛機 號稱中國版的X37B是什麼 神龍 這個是中國神龍的航太 空天飛機的 只進行第三次的任務 它七次 它三次 也把這個六個神秘的物體 放在地球軌道上 有人在懷疑是不是衛星 但是他也不講 就不知道是什麼神秘的物體 一般猜是不是衛星 放在那邊還是做什麼 但是衛星到底是 軍事有攻擊功能的衛星 還是間諜衛星 偵查衛星 還是什麼 都不講 但是只知道是六個神秘的物體 跟X37B的美方態度一樣 不公開 那中國人 你不公開我也不公開 但是講到衛星 其實為了強化美軍 對這個訊息和通信網絡 還有太空任務的安全維護能力 其實美軍的這個空軍實驗研究室 和太空軍的他們的一個司令部 曾經在四年前 他就舉辦過一個 駭衛星的這個 太空訊息安全挑戰賽 因為既然你要挑戰我的衛星 那我將來就要做一個衛星的防護 美國竟然辦了一個 這個駭衛星挑戰賽 而且到去年辦的四屆 去年是第四屆 然後他去年投入了這個重本 然後花了一些錢 但花了不少錢 然後找人 找各個國家 來組隊來這個報名 當駭客 因為衛星是一個封閉的 這個環境和系統 所以你必須只能從地面的 這個控制站和那個聯繫站 還有它的一個數據網路 想辦法要駭進這個衛星裡面 那其實像這樣的一個衛星 是世界上第一枚 這個為專門為駭客比賽設計的 這樣一個駭客沙盒的這個衛星 所以當時是有 去年是有這個意大利 它的這一家隊伍 這一個國家的隊伍奪冠 但這個它是跟SpaceX合作 所以你就看到說 美國其實也在防中國 我甚至要藉由這樣的一個比賽 防護駭客駭入衛星的一個能力 你想想看 美國跟中國都想要積極打衛星上太空 美國現在的衛星 據說透過SpaceX的協助 他們在太空部署的這個星鏈 星鏈的這個近地衛星 至少有四萬兩千顆 四萬兩千多顆的話 那在美國NASA跟SpaceX 合作的這個狀況之下 在太空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它的這個星鏈的這個 他們打出來SpaceX 打出來那個數值這麼高 那現在中國正在加緊腳步 它也要傳出來要趕快把它這個 這個衛星 近地衛星打出去 據說從今年上半年 一直到二零二九年 五年後 它光是這五年 它要打出的衛星就有一千三百顆 也就是大概是佔百分之十 那將來呢 它的目標是發射兩萬六千顆 只落後SpaceX跟美國合作的 四萬兩千顆 一萬多顆而已 它打到兩萬六千顆上面 企圖想要打造中國版的星鏈 變成一個國王跟美國 中間 雙界 演藝界